好了,今天就講個 topic 就是很多網友都問我這件事 他們聽完我的台,真的拖女兒 然後就report了很多拖手的個案回來 有些拖到,有些拖不到 大部分都拖到 因為拖到之後才有戲唱 他們才講劇情給我聽 他們才回報,拖完之後有些戲 那些戲一個個report 他們回報給我聽 問我怎樣拆,怎樣搞 今天最主要是講第一次約會之後的故事 就不是集中第一次約會 是之後 即是講第二次約會 或者第一次約會之後 究竟我們怎樣去繼續追蹤 或者怎樣去維持這個set 有些網友在投訴 你只會教別人追蹤女兒 你會教別人怎樣繼續追蹤 我心想浪費狗氣 我這幾年追蹤女兒 追蹤回來的女兒已經夠我幾次婚了 我追蹤你老尾不懂繼續追蹤 你想想人生就是這樣 你一結婚就是愛情的伏母來的 但我在這裏我不想影響其他人 就很少會談及婚姻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都未結婚 但我要結婚就真的隨時結都可以 但問題一件事就是 多少你會退步 你都要追蹤那個世界 你結婚了 你基本上 根本就是同一個人生活 是相處生活 你又不需要特意去冒險 或者是跳出confer zone 你會長期留在confer zone 你會長期留在confer zone 有保持生兒育女 放棄 重複的生活 有些人是享受的 譬如我這些 我坦白說 我在探索中 我真的未必享受 就是這樣說 但我又不想影響別人 叫大家不要結婚 也不會 因為每一個世代都有它的文化 有它的習俗 我不會破壞這件事 因為它是有一個原因在裏面 喂 坦白說 可能你結婚很幸福 白頭到老 然後兒孫滿堂 老來不寂寞 是不是 即是 如果你跟了那些人 可能不結婚 哇 屌你了什麼 那些孤身寡人有誰負責呢 是不是 這樣我不會說 去教人是否結婚 那你自己是來得決定的 好了 正如今天我想講的 topic 第一次約會之後 勢威勢勢 拖揽石 吶 上了 第二次約會 要做什麼呢 或者第一次約會 喂 做些不做些 可能拖到 抱不得 摁到射不得 那第二次約會 如何部署呢 今天集中這個 topic 因為很多網友 feedback 回來了 已經在說拖手之後 如果你還未拖到手,麻煩你拖一條女兒 你先來再找我 拖到之後,那支曲開始有微妙的變化 開始入情侶模式,故事開始精彩 先講其中一些匿名案例 不講誰,因為那些案例 我都忘了是誰打哪個網友,很像 總之一大堆的網友同時間共時性 很有趣,大家沒有聯繫 但突然間就好像同一時期發生 這麼有趣,幾個網友 有個網友,很有趣 你們發生過的事,我全部都經歷過 例如拖一點不拖一點,抱一點不膽一點 疼一點不疼一點,疼一點不疼一點 給渣一點又不給渣一點 那些我全部都玩過了 所以你問得對,你問我就對 我知是甚麼來的,那種感覺 亦都知道女兒玩甚麼科 已經換不到我雙眼了 你已經是 好了,首先有些案例 就說,喂,那女兒可能第一天隔手 隔手,但是不暖 這麼有趣 跟我之前有個 有個網友都講過 其中一個案例就是 她第一次約那女兒,隔了她兩次手 誰知隔天,那女兒就說要她做男朋友 求她做男朋友 道理差不多 當時她的隔手是假性IOD 即她不是有心隔你的,她只是玩東西 即她是想調高一點點來賣 其一,或者她害羞,其二 內心喜歡的 即是想扮認識久一點 或者她不認識規矩 不認識愛情規矩 即是,你屌你老闆 人家扔了個球過來,你就接 屌你老闆,還在這裡轉個球 我屌你老闆,這些籃球場上 你還在這裡屌你老闆 你在三分區就射 屌你老闆,你還在這裡傳來傳去 即是這樣,不認識規矩 即是人家打球 串咎的人說你不認識打球 你走啦你,屌你 成年人應該好像在玩職業賽 我扔個球過來,你會接 大佬,還在這裡隔手隔腳 這些女人是偏蠢的 即是那些叫做愛情智商偏低 不是,有時是未必的 有時是很屌高都是這樣的 很屌高的那隻就是假裝出來的 即是她很穩定的 可能你拖她那一刻她很穩定 然後隔一秒之後就 拍一拍你,不要碰我啦 下次先啦 那些是假裝出來的 她其實是內心歡喜的 但是呢,就要調一調高來賣 那些東西情商都很屌高 好啦,那你第二次假設 你完成了第一個約會了 拖不了手,隔手 但女兒幾好 feedback 可以第二次約會 好啦,那有些網友問我 喂,燙不燙好 或者算不繼續好 好啦,那你自己算一條數了 條女兒幾大 對,算一算稅數 條女兒的樣子都不行 即是條女兒的樣子 如果,喂 不是底線的 不是你的底線 其實是可以玩下去的 如果條女兒正正常常的樣子 那就玩下去 那拖不了 下次補拖 下次見面就可以試拖 即是如此類推 第二、第三個dating 都是這樣 你做不到的事情 就補上去 假設你第二個dating 可以拖到 那其實你要接下去 拖攬石 在第二個dating 做完 好啦,如果條女兒又玩東西 拖到又不給攬 OK,不要緊 那你看一下她的反應 又約到第三次 那就 攬又第三次約會做 如此類推,直到屌虛位置 那你見到這個過程 就是 如果條女兒 假設條女兒很能A0 新手的話 你在這裏調教條女兒 其實你的過程就是 每一個dating 教她少少 每一個dating 教她少少 教到屌虛為止 我們見到很漫長 這些就是 開肯一些 即是做開荒牛 所以有時候 拍拖 找條女兒拍拖 很有趣 你多多少少 會感覺到 她上一手架得好不好 那 我曾經 有一條女兒 以前有個女朋友 她愛的時候 嘟著嘴唇 很有趣 有一次我問她 因為我最初不發覺 為什麼她嘟著嘴唇 一嘟起嘴唇 很有趣 這樣就嘴下去 好過不嘟 嘟不嘟都沒有所謂 但嘟嘴唇 很有趣 我覺得 我問她為什麼 嘟著嘴唇 原來她上一手 男朋友教她 教她 你嘴唇的時候 要嘟一下嘴唇 這樣 之後學了 就這樣做 這個就是 我自己覺得 她上一手 是調教得不錯的 即是 她教女兒 喂 你要有IoI 給她兒子 不是整個木 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個女朋友 都叫做 很多事情都是很舒服的 相處得很舒服的 所以你會見到 是上一手 留下來的一些經驗 所以有時候 我是覺得 我感謝上一手的男朋友 她上一手的Ex 真的教得好 嘟 不用我 隔手隔腳 有攜臉 那些東西出來 有時候 所以我們男人 就好像一個 就是 你說兄弟也是 吸引兄弟也是 就是 一同努力去改造文化 如果那個文化改造得好 那些女兒是很容易教的 為什麼外國的女兒 那麼open mind 其實某程度 那些男人都是open mind 互相影響之下 都是 大家屌你老尾 去到那個時間就懂得做 不需要教 但港女不同 因為 都不會說港女 其實是全球文化 大概有一半數的人 是需要教導的 有一半數的人 是不需要教導的 他們認識的 但那個半數之中 我想 約摩 九成的人是再裝作的 裝不懂的 或者是 是調高 你會知道的 如果他的身體動作很穩定 但又隔離手的話 是代表調高 如果他的身體沒有震 很緊張 崩緊那些 就是調高 如果他在崩緊之下 隔離手 他是緊張 那些是屬於經驗少的 要調教 好了 還有一些案例就是這樣的 第一次拖到 握到一點 握到一點 握不到一點 我也試過 例如 握一秒兩秒 然後鬆開你 或者是 半身握 即是 他不是正面地握 他用肩膀 握到你的胸口 就當作是握著了 我也教過網友 怎樣刷 怎樣刷呢 就是即時 即時 即當時 立刻指證他這個問題 他說 你就說 握不是這樣握 不是這樣握著身握 你是很沒禮貌的 我教你怎樣握 握是正面的 面對面的 這樣才叫擁抱 現在握一次 如果他握得很短時間 你就說 現在你要握久一點 你不是小的 你不是十幾歲 小朋友 小朋友都會握 沒理由三十幾歲 都不會握 那就教他 握快一點 握快一點 他做到的 你鼓勵一下他 你看看 這樣就對了 不要給他過多 不要稱讚到他上飛天 因為他這些是基本應份 要做的 就是正常人做到的水平 你就可以說 對了 這樣就對了 如果他做錯 你要即場指證他的 因為只有那個機會 如果你不教他 這一刻不教他 他之後都會隔離手 或者你令到氣氛都很尷尬 那你怎樣呢 你抱到又抱不到 那你即場邊緣 那你又不教他 那一輩子都是這樣 是吧 大家都沒有什麼 如何得著之下 又不歡而散 那樣禁制的了 所以你即場教他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些事情 也是一個霸氣的展現 表示 喂 我經驗多過你 走路多過你吃飯 屌你 聽我說 好了 假設女兒 那這些狀態 那又是十五十六的 因為他又是 即他又不知道是喜歡 還是不喜歡 那可能會構成burn 即可能 即沒有下次的了 不過我自己覺得 比你完全沒有action 你完全沒有action 你完全沒有action 也有機會都是沒有下次的 好啦 那你如果 你的水溫都是不錯的 雖然不給籃 不給石 也不錯的 那你就堅持住 第三個dating 重複的 總之你就 第二次的dating 做不完的事情 留回第三個dating 做 身體接觸 說的話 沒什麼所謂 都是那些屎尿屁 吃喝玩樂 自己堆砌 那些事情 反而身體的動作 是騙不到人的 好啦 身體動作方面 你想想 你第二次約會 一見面 就可以做回 第一次約會 未做完的事情 例如你第二次約會 第一次約會 第一次約會 拖到的 第二次約會 一見面就要拖他 就不需要說廢話 也不需要等時機 一見面就拖 說 走去餐廳 就拖著他 走 我們逛街 就拖著他 走 就不需要說廢話 即是表示 第一次入了情侶模 第二次當然是 情侶模 這樣走 沒有分別 就是這樣做 好啦 你拖到他 然後你找靜點 這個位置 嘗試抱一下他 有阻力的 那又是假陣 聊一下 聊天 或者即其事 又教他 又拿出來說一下 為什麼你對抱這件事 這麼抗拒 你問一下他的經驗 問他 你以前的男朋友 不是這樣抱的嗎 先研究一下 原來 原來他跟以前的男朋友 還沒抱過 那就大領落了 糟糕了 即是上一手 搞得不好 就留一些蘇州市 給你搞 我有試過 原來他有一條女子 是這樣的 原來拖一手 就當是拍拖 抱也沒抱過 我不知道他上一手 搞得不好 還是這條 犀女那麼犀犀 我相信是這條 犀女那麼犀犀 通常都不關男人的事 因為男人 要抱 要親 其實就 也不是那麼難做到 當然有些 我也認識有些網友 他對身體接觸都很抗拒 那些男人來的 他們真的會有問題 是的 他會教導到女兒都不認識 但我相信 男人如果傾向主動的話 應該就會做這些事情 應該 而這條女兒 通常會做一個叫做 Defender Defender的角色 即是做一個防守者的角色 如果她防守得太厲害 那條子不會拆 就會僵持在這個步驟 可能永遠就是拖手拍拖 拖手當拍拖 那麼尷尬 那麼 這個歷史遺物 這個歷史慘物 就留待給你去刷 慘在就是這件事了 有時候拍拖就是這樣 沒有的 那你那時候 就要充當一個心理精神的醫生 心理輔導她 真是抑鬱了這條女兒 真是 這些角色我當然做過 很難痛苦的 真是 做些不做些 有時候 那些女兒 是不能認識那種情愛 那種情趣的 會有的 有一種女仔 那麼有時候 你就這樣算 你手頭沒有設定的 當作善事 教一下這些 這些善事 我有時候會做這些善事 但是 慢慢就 發覺原來都會挺接受的 原來你教人是會接受的 多少是 當你沒有return 那時候 你是會接受的 即是這條女兒 沒有一個很好的反應 或者是 教也都是這麼笨 你會多少是 激死自己 那這個你 我覺得人生 你教一兩次 是沒什麼所謂的 但是長期教 你一定是會死人的 所以有些人問我 喂 那就是 拖到抱到 但是疼不到 那怎麼搞呢 那我覺得 你可以當自己是聖人 這樣 又不想說 立刻 burn 給他多幾次機會 看看他有沒有改善 我 我講不到給你聽的 可能第十個 dating 可能不給你親 第二十個 dating 被你丟 我怎麼知道 是吧 我都說 講不到 那個變數給你聽 好了 又講一下一些 譬如有些 有些男生 拖到手 那他就 不知道 會不會有 下次dating 或者怎麼報告 下次dating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的 我永遠都是 你可以即場說 可能你約會之後 你很肯定 這條女兒都ok 約下次的 你可以直接跟她說 那下次再出來玩 看這條女兒的什麼反應 會不會趕緊的時間 覺得很實的話 這條女兒的水溫很高 那一定有下次 大概的 如果中間沒有變數的話 如果中間的變數是什麼呢 最主要是回到去 那多數會跟八婆聊天 他們會跟蛇蝦說 那條仔今天對我做些什麼 怎樣怎樣 那些蛇蝦會加意見 又說 那條仔沒錢 那條仔你 你不要跟她拍拖 就是這些變數 或者自己亂想 之類的 沒有辦法的 這些人為 他力的因素 我們控制不了 所以為什麼要大量約會 就是這樣解釋 就是你的大數裡面 總有一些女生 是正常一點的 就是拍拖就拍拖 不會想太多 就是找那些人出來拍拖 想太多的那些 你之後都會出事的 他都會丟一大堆 sheet test 給你 順帶一提 有很多人 拍拖的時候 或者第一次dating 第二次dating 就是中間 report回到我聽說 那條女兒很多sheet test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是欺女 總之你記住 正常女生 一兩題sheet test 有好就很正常 有sheet test是很正常 太多就是不正常 問動問勢 做一件事 講幾百次 教幾百次 質疑幾百次 那就是疑心很難重的人 那是傾向不正常 或者她的I.O.I.是很難浮動 十五十六 猶豫不決的女人 你拍拖也要決定 你去自行演練 那就是這樣 這樣的嗎 一時一樣 一時拍一時不拍 那更有趣 那還更有趣 有一宗 有一位網友 叫我 找我 她有一個女朋友 但她女朋友 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 經常叫分手 嘩很混亂 我聽完都覺得 嘩,我也會頂不得信 這女兒很有趣 有時又叫分手,要分手 搞到網友都不知道怎樣搞這條女 這些就是問題女 她有很多情緒問題 是炸彈來的,屌你老闆 可能挺好屌 但是你能不能去 鋪鋪都這麼不穩定呢 十幾天就爆一次這樣的事情 就是這樣 沒有的,這是性格問題 有些女生是天生的疑心很強 或者情緒很波幅 會有這種人 她未必不喜歡你 她是很享受 有一種女人是很有趣的 我見過一種女人是專門玩東西的 她專門在你面前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原來 她們是屬於M系 M系就是她們很享受那種 哎呀救命呀 全世界都在害我 那種感覺 你解釋不到的 她們就是很享受 等於為何有些人喜歡做皇帝 喜歡做S 即是喜歡做Alpha就是這樣 即是她不喜歡求人 即是很喜歡氣勢的 很喜歡霸氣的 你不要叫我求人 我求不到的 但有些男人或者女人 就會傾向求人 哭哭哭忽 她會覺得 那種存在感出來了 可能奇怪 那我就這樣說 即是如果這女人經常叫分手 有機會就是 就是想搶上把位 即是屌她做習慣皇帝 即是她不受你的霸氣 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些極端的情況很有趣 倒過來就是 這女人求回你 可能沒事沒有降 總之就是要你 要你找些東西 租策一下她 會有的 這麼好笑的 有些人 有些女生 是傾向 嫌這兒子不夠霸氣 哎呀 這兒子也不敢租策我的 不敢欺負我的 哎呀 不夠喉 她會找些更霸氣的男人 都會有的 總之很好笑的 即是我們叫M 就是 總之S也有 M也有的 那些女生 還有這種狀態是可以轉換的 還有可以習慣的 她習慣M的話 就長期M 也有些人是天生的 她自己知道的 她不會習慣S的 她不會習慣成為皇帝 也會有的 男人也有的 叫她做皇帝 是不敢制的 是要求女兒做狗 也有的 我最近也收了一些很古怪的案例 有些可能給錢玩女兒的 例如 有一宗就給錢玩女兒的 那女兒不敢騷擾她 她說 我再出高些錢 她就出來 那樣 我太太太 這樣也會有的 給錢玩女兒 也太太太 也會有的 這些古靈精怪 這樣 扯太遠了 說回第一次約會之後的事 好了 還有些是這樣的 就是 拖到女兒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下次約會 我說了 你也即場約她 或者你事後試試她 說下次再出來 沒什麼好試試的 試試機不需要再談些什麼 你如果第一次約會 還有些事情還沒說 你就再談下去 然後再約下次 沒有話要說的 你就會說 下次再出來 那就約下一次的時間 WhatsApp我都說過 用來約下一次 你是不是再說廢話 不用了 廢話留下一次約會 就是這樣 這樣就鋪下去 如果一條女兒沒有反應 你就知道 那次約會 其實真的沒什麼水溫 可以早點收工 如果你說沒有水溫之中 又想救下一個套 怎麼補救呢 我都說一句 你打電話過去 聊聊天 但是你越是難拆的 現在這個世代 都流行WhatsApp回覆的 他不回覆你就沒辦法了 找個下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約會圈 就是又引起一個約會圈問題 你沒有理由 即是未確認一個關係之前 你又中斷了所有約會 的 有些男生也是很純情的 又回覆給我聽 就說我拖了那條女兒 那條女兒是不是我的女朋友 那我是不是要取消所有約會 這樣 我一下子就吵架他 就說你很純情的 第一次拍拖 那條兒子還要不是第一次拍拖 還敢敢敢敢敢敢 以為拖到孩子就當拍拖 不是之前有個金融財進 給了200萬 拖孩子當拍拖 真是很純情的 我說很簡單 拖孩子不是拍拖 那條女兒都未認你是男朋友 她都沒有正常的ROI給你 例如 給你親愛 給你抱 這些feedback 給你扔 這些 她未開放這些權利 給你 她不是你女朋友 他都在挑選 所以你之後的約會 你不可以取消 繼續約 接著她又問我 有時候 那些男人比女人更多心 她說 喂 如果那些女人問我 喂 還有沒有約女 應該怎麼說 很簡單 你當然說沒有 很簡單 是吧 就是 因為你跟她 入了情侶模式 將來有很多變數 你不知道 你怎樣都要補回自己的Pan B 你不可以完全沒有一個後備方案 你不知道這女人要想什麼 但你在她面前 亦都可以說少少謊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最主要不要令她多於想 你可以說 喂 我只是 我覺得跟你都可以發展 所以我暫時來講 就跟你拍住 就是這樣 就是 大家可以在一個觀察 的 waiting list 和大家 對譯 意思就是這樣 只不過你沒有說潛台詞 就是說 我都保持著 還有些女生 叫做 見面 那樣 你可以這樣想 就是 你 你拖到手 那個叫做 potential target 但不是girlfriend 你搞清楚 那好吧 那你的potential target 那還未穩妥的 你可以 在地下 找多些potential target 或者找多些飯腳也好 找人陪下你也好 找些人攝下也好 那你自己人分下神 你都不會這麼集中一條 未是女朋友的potential target 你太扯都會出事 是吧 太扯 那女兒覺得你 嘩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為何困得這麼緊呢 我不排除有些女生喜歡的 很有趣的 有些女生可能喜歡你緊的 很喜歡你二十四書 也不奇怪的 那這個就是人格人的 那去到那個位置 就 真是百貨應百客了 即是你近時她又喜歡緊的 那又match 那就可以順利 直入情侶模式 是吧 但中間如果大家未確認的話 曖昧 這些真是十五十六 但起碼入到情侶模式 你就一定繼續保持有約會 那不需要擔心 那女兒會問你這些 我自己覺得 好了 那這裡都講講少少少 約會後的test game 有些人懂得玩的 不需要我多說 但有些新手 就不太知道怎樣看 約會之後 通常還有一輪的test game 最主要是這樣的 最好的feedback 就是這女兒會多謝你 約會之後 這女兒會多謝你 OK 她會覺得很感謝你約我 怎樣怎樣怎樣 講一下她自己的feeling 很開心 那不錯啦 那起碼會欣賞 那你就可以約她下一次 延續下去吧 這個話題 好了 這個是有RI的 好了 有一種是隱性的 她不是沒有水溫 她不是沒有水溫 她習慣被動 其實她內心很澎湃 想你做她男朋友 不過你就要起手打多一句 可能約她之後 第一次約會之後 你就說 下次再出來 嘩 接著她的水溫爆出來了 然後兩句三句 爆出來了 你知道原來 她在等待你 打給她 即是她不習慣 多謝人 這樣 即是有些女孩子 這樣的想法 覺得我test你 我不興興了 會有的 但她內心很澎湃 你快點test我吧 我想約你 想和這個男神 下次約會 會有的 好了 所以我很簡單 總之你是一個男人的話 覺得她是potential 我打一句 下次再出來玩 就搞定了 好了 還有一種 就是不知可否的 即是中間的 即是水溫 一句一句 普普通通 即是觀察 其實就不太喜歡你的 有機會約到下一次 50-50 就是這樣 有一種就不用說了 不想回你的 就直接沒有水溫 不用說了 那就燃得了 可以直接找下一隻 很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觀察一下 Test Game 的變化 譬如 你約她之前的Test Game 可能一句一句 好了 約完第一次之後 之後 準備第二次Dating Test Game 你看看水溫有沒有跌到 或者升到 如果第一次 未約之前 一句句 之後兩句兩句 那就是RI 升到溫 如果回到 約之前 兩句兩句 約之後 一句一句 不是不回理 一句一句 即是跌了 即是 大力都可以約出來 就是 吊著人 選兒子 那種感覺是 哎呀 這條子不是 不是 不是 不過 沒有東西玩 可以收兵 有些這樣的意味 除了Test Game之外 身體動作都可以告訴你 例如 例如 你第一次約會 可以拖手 第二次約會 應該雙手都可以拖到 或者雙手再騙你 強一點 即手壓力會強一點 如果你第二次約會 一開始不給拖 我就試過 不給拖 那就不用說了 肯定多事情想的 這條女兒 肯定心中有個問題 有個Sheet Test給你 你要問一問她 想那些什麼 如果她再給你一個藉口 那不用說了 她還是收藏 那你還要說多 聊聊天 心理輔導一下 她才會說 最喜歡的Sheet Test給你 有機會是錢 有機會是性的問題 有機會可能是年齡問題 等等等等 很多問題 她一定是收藏 所以為什麼呢 第一次約會給拖 就是因為她那時候 水溫很高 基於那個 即 那個 真是喜歡的 那一下 因為愛情是很有趣的 就是那一下喜歡而已 回去想完 或者被蛇蟹度過之後 就變得第二次Jating 就沒有那麼喜歡 不讓你拖也有 那我自己覺得 這些套裝就可以被拖 就是被拖 尿你老尾 第一次給拖 第二次不給拖 就進入收兵模式 有機會是 還是那句 你看你自己的耐性 看你自己的容忍程度 你容忍不到便會被拖 因為這些遞減 愛情遞減化 那你怕來做什麼 愛情是不斷升的 不斷升 不斷升溫上去 應該就是第一次給拖 第二次應該都可以拖 給拖 全程給拖 中間沒有隔手 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隔手情況少了 然後甚至比纜 升上去 如果遞減 那你就是響起警號 那你要留心 當然這種遞減 未必是長期遞減的 可能中間升上去都可以 即是好像股市一樣 急跌 急升 都不奇怪 可能某個位置 你把她的cheat test 拆掉了 嘩 急升都不奇怪 是吧 有的 有一次女兒 一來就問我 喂 你想找什麼 我說找女朋友 她就說 我想找結婚對象 我想結婚的 好了 原來她就是 她心裏面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cheat test 整個程度 都不太樂意 讓我拖抱 拖抱到 但總是不太開心 那種感覺 接著我直接了當 問她 喂 你為什麼有這樣的表情 原來她就說 我想找人結婚 如果你說 一開始說 找結婚對象 我真的很開心 那我知道了 原來就是 那個key point 我只要說答案 我只要騙一下她 我說其實我也想找人結婚 這樣 嘩 水溫就急升了 就是這樣的 所以愛情這個奇局 就是變化多端 有時候真的想不到 可能你給多些時間 可能看到一些不錯的東西 可能會看到那個奇局裡面 多少的變化 如果你在於學習階段 新手階段 可以試一下 就算女兒不太適合你 或者你拖到 之類的 可以多給兩三次機會 看看那個變化 你學一下怎樣拆 那些變化 對你將來都有幫助 好了結論就是 很簡單結論了它 就是第一次未做的事 第二次約會 繼續做下去 拖籃石拆球 這幾個步驟 如果留意水溫的變化 如果它是 和第一次的水溫 是倒轉的 急降的話 你留神 是有一塊東西 要你拆的 有一個炸彈要你拆的 如果升上去 恭喜你 就很順利 就將踏入一個 終極情侶的模式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的愛情 很多問題阻力 可以E-Mail給我 想One day game night game 都可以的 多謝收聽